玩遊戲就是要課金 你在寶可夢想要花多 不要問這個 五十萬 差不多一百二十萬吧 走 不好意思 那個時候如果有去玩的話 請你現在也不要找我 謝謝 哈囉 歡迎回到辣雞製造所 我們今天這個特殊的打扮應該知道 我們今天人要哪裡 哪裡 走真條 久違的所長終於出現了 我們終於合體了 終於合體了 這久違出現結果是講的 超棒 我們看人家認不出我們是誰 我們在口罩戴太久了 所以想說要來換個造型 我們要讓大家知道我們大概長什麼樣 對 沒錯 應該蠻像的吧 OK吧 很像 電視度蠻高的 你像嗎 又有點長 今天難得來到斗中獎 有超級多YouTuber 所以我們今天就準備了兩個問題 我們想要找到 在遊戲中課金課最多的人 跟取過中樂最羞恥ID的人 好 OK 那我想問露奈的ID 我現在想到最中二的就是 弱琴 就是那時候很喜歡看那種49塊錢的那種小說 然後那種小說裡面就有這種名字 我喔 我都是取那種 幻耶 對不對 就前面跟後面都有幻 然後中間就隨便搭 可能是智障或是慘障那種 把地質拉到很低這樣 我剛剛想到我有取過一個很中二的 瓶水相逢 在我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我就已經懂得什麼叫做瓶水相逢 這件事情了 我們今天就來找能夠敵過我們的人 瓶水相逢 那我們就夠了嗎 耶 小姐有在玩遊戲嗎 有 有為什麼 哈利波特 Logan Apex 哪有Apex嗎 或是英雄聯盟 Apex 或是之前玩帕G 最近有玩天堂W 最近還有在玩Diablo 2 Hoff Duty 傳說對決 G戰30 G戰30 我沒有在玩G戰30 OKOK 最近比較常玩的是瑪莉歐派對啦 現在瑪莉歐派對可以線上 連線大波模式 以前不行嗎 最近我在玩更新的動物攝影會 很好玩 更新版很好玩耶 就我之前很喜歡玩戀影製作人 我懂我懂 你喜歡誰 你喜歡誰 你喜歡哪一塊的 我真的有忘記那個 胚頭髮的 李澤元 對對對 怎麼才行啊 你們有課過金嗎 我不課金了 我窮的只剩下時間 我跟你說 無課玩家 厲害吧 無課玩家 客家人 客家人 那你有課金嗎 有 那麥克風 怎麼這麼遠 兩萬塊 我跟你講 他這個 我上個月 哈利波特我課了一萬塊 算多嗎 他一開始跟我說什麼 你知道嗎 今天我玩手機遊戲是為了 FOR FUN 我今天如果課金的話 就是跟資本主義第一頭 隔了兩個小時之後說 這個時裝好漂亮喔 我課 鬥症斷工算蠻多的吧 我猜也是五萬塊左右 我猜 我課最多的應該是那個T&D 他每次聯絡我大概都會課到快 快 快到一壓 差不多 差不多 我覺得 9man今天有可能會是我們 今天的冠軍 今天冠軍 我大概知道你們要拍什麼了 叫顏值吧 欸你怎麼知道 9man我想問一下 最多最多課過多少錢 有我應該最多有課到 但應該不會到冠軍 應該課了十幾萬有 但我跟 我跟妳分享小故事就是 我玩這個遊戲花了很多錢 所以說這樣花錢下去不是辦法 就想辦法成為這個遊戲的主持人 喔 我曾經為了理解就是 手遊那個抽卡 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體驗 我有買過大概可能 兩三萬吧 喔 對對對 就是這樣子 對然後我很不能接受 我不懂說那這樣子好玩在哪裡 那這次可以分享一下 你在寶可夢身上 大概花了多少 二三十以上 喔 可是我有賺錢那不算 那投資賺到爆 我們沒有要管你有沒有賺錢 我們沒有要管你有沒有賺錢 剛剛自己說可以問一下 你在寶可夢身上花多少錢 喔不要問這個 那我們比 好OK啦OK啦OK 真愛 真真愛 我跟你講寶可夢卡牌會保值 對 手遊你刻了就不見你 沒錯 你把它放在卡包裡面 放在裡面它不是不會動 沒錯 無動產 上一款天堂2M大概花了 五十萬 你今天是我們第一組 我先翻個 對 現在有現在花十萬 但是一個禮拜而已 你花十萬了 一個禮拜花十萬很硬 你有抽到什麼 你有抽到什麼 有我現在就是紅便 可是我覺得紙便有點太困難了 因為大概花一百多萬 欸欸 我無課抽到紅娃 Nice 歐洲人歐洲人 其實我從小到大都馬上花錢玩遊戲阿 因為我自己有給我這個code阿 我一個月呢 能夠花在遊戲上的錢 我大概是抓三千塊錢左右 玩手遊課金 我也是抓到差不多這個code阿 所以三千塊 然後存贏一年的話 所以 一百二十萬 對差不多一百二十萬吧 我猜 你現在應該是 蛤 我們的第一名 喔真的嗎 欸你們出一下Dinter好不好 我以前玩英雄聯盟 我的ID叫做 天母第一亞術 因為我姓何 然後我就叫何美男 就叫自己美男 我以前玩一個遊戲 線上對戰遊戲 叫爭三國無雙Online 我那個時候ID叫 欸為什麼是第六天喔 第六天魔王是 滋田信長的外號 日本武將 因為那個遊戲爭三國無雙 它就是個武將類遊戲 那個時候覺得沒有那麼中二 現在回頭看是滿中二 那我會爆料我們家 就是 我們家咖啡師 他有跟我說他們的ID 是什麼 阿公摔斷腳 之類的 欸那安淳你有沒有看過人家 取過最中二的遊戲ID 瘋狗 桃園瘋狗嘛對不對 桃園瘋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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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阿火山小禮車 阿火山小禮車 在哪裡 我有取過 撒氣吼捷琳 就好像 好要讓人家知道我是捷琳 然後前面要取很中二 就撒氣吼 還有一個很中二 叫做 一般一般全國第三 後來把他換掉 因為傳說隊員只要打輸了 大家就會說 真的很一般耶 喔 然後結果氣不過來 就改名字這樣子 他的遊戲ID 是我們裡面最酷的 叫什麼 雪白 愛戀 雪白 愛戀嗎 可以問一下那時候幾歲嗎 國中吧 喔 我玩RO 在這邊尋找一下我的網工 我曾經有玩那個一個網遊 叫幻想神域 就想要找一個網工帶我 然後我那個時候的名字 叫 I know Lulu 不好意思 那個時候如果要去玩的話 請你現在不要找我 謝謝 那你後來要到網工嗎 阿有那個時候有找到 喔 所以請你不要過來找我 謝謝 呃 被我玩RPG的話 我喜歡選用女角 那時候因為我發現取名 你說他取那種普通的名字 什麼Mary啊 Peter啊 都很快都被取掉了 所以我後來就有一個很取巧的方法 我把兩個名字合在一起 第一個名字是Lily Lily 第二個名字是Sara Sara 這都是我以前小時候 曾經暗戀過的女生的名字 喔 我頂多叫浣熊吧 Uber的名字我也是設定叫浣熊 所以他會到達目的地說 請在100公尺後 放浣熊在右側下車 像我取名的羅伊就是 百味美女任你挑選 百味美女 或是什麼 澳門最大賭場上線 喔 有選擇 真的真的 那所以我在上面看到你 我可以說請問是恩信憑嗎 我現在改名 我現在改名叫 九價房子宣導大使 對對對 對對對 我的ID從以前到現在都一樣 叫 陳志中召記 這個節目有講套話嗎 人如果很誠懇的話 會被人家忌妒 我兩個啦 一個是陳志中召記 一個是 一個是 拼拼被 拼拼被啊 就是習近平的拼 對 危險 你們有中國的 嗨 中國的 OK好 訪問了一輪下來 嗯 大家都很克制 對其實 你想像中的 我以為會聽到什麼 白啊 什麼 簽啊 欸最後我太想了 那所長你自己課金呢 對啊 一萬塊吧 怎麼可能啊 一萬 一萬真的一萬塊啊 好啦 要再說話 你要看 好啦好啦 五萬五萬五萬 其實 蠻多的 蠻多的 好啦沒想到今天大家都這麼克制 希望下次有機會 可以問到大克中 好啦 那我們今天走中獎 特別企劃 就到這邊結束啦 喜歡影片的話 別忘了按讚 讚 讚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見 晚安啦 掰掰 好 吃早餓